内罗比的一家起初提供派对用品的小企业 扩展到了餐馆和超市领域 由于他们定制的冰雕用来装饰州议会的活动 他们每天要运输一吨多的冰 这是一个企业的成功故事 但是冰人公司的办公室经理贝蒂明笔兹说 这个国家电力供应的不足使这种生意受到威胁 去年有时候我们会停三天电 我们完全不能工作 因为机器需要电 冷藏室也需要电 没有任何一项工作不需要电 明笔兹说 为了给他们的冰天鹅保温 让他们的客户满意 冰人公司需要24小时的电力供应 但是依赖肯尼亚的电网太贵了 生意很难做 特别是如果功率很高的话 因为无论你做什么都需要电 我们要向政府付电费 这个生意成本最昂贵的就是电费 没有电就没有冰 但问题是在肯尼亚和非洲的许多地方 电力经常难以供应 而且昂贵和不稳定 所以非洲的领导人们 正试图让电力更加容易获得 这样商业环境可以升温 非洲面临很严重的供电挑战 有6亿非洲人完全用不上电 占总人口的60% 非洲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用电量要少 但是几乎和美国支付的平均关税一样多 是东亚的两倍 在今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非洲发展银行董事长康纳德·卡贝·卢卡说 能源短缺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现在每一个非洲国家都经历着能源短缺和停电 这占整个非洲大陆GDP的2% 事实上 非洲的领导人说 我们是创造奇迹的大洲 如果我们在电力短缺的情况下 可以增长5%的GDP 试想一下 如果有足够的电 我们能做什么 非洲发展银行说 基础设施的薄弱是电力输送面临的最大挑战 即使是像南非和尼日利亚这样富裕的国家 也因为发电投资的欠缺而落后 卡贝·卢卡说 尽管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挑战 跨境的能源交易或许会帮助提供更稳定能源供应 并降低价格 对于我们54个国家来说 从各自国内的资源获取安全能源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要创造可行的地区间的电力交易市场 投资者们向非洲的再生能源项目注入大笔资金 来帮助缓解能源短缺 但这些资金还是不够的 非洲急剧增长的人口数 预计在2050年会是现在的一倍 这将会对电力供应持续施压 而在提高发电率方面的失败 可能意味着失去许多机会 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 内罗比报道